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 罗马书五章第十一节第二段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 第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听 既然我们已经藉着耶稣同神和好了 我们已经能够罪得赦免了 我们就要以神为乐了 以神为乐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要越多信靠他 为什么我要越来越多信靠他呢 第二段圣经说 我们本身应该是这样的做的 因为我们是他用重价买回来 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什么叫做在身子上荣耀神呢 就是让你的生命成为贵重 让你的生命成为贵重 让你的生命成为贵重 让你的生命成为贵重给上帝用 西人很喜欢说一句话 You got to make your life count make your life count 各位弟兄姊妹 Have you made your life count 你的生命是否贵重的 是被神所用呢 究竟我应该怎样的信靠他呢 可能你的工作是有问题的时候 你说今天工作的问题是怎样的呢 心里面怎样做呢 你就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 你说他有恩典的 所以我要更深地将工作这件事是信靠他 最近这几天股票大跌了 我是靠这些来养生也好 或者这些是我的工作 那怎样算呢 我又怎样做呢 我要记得耶稣基督有恩典 I got to make my life count 人人都骂 人人都怒 人人都怨 我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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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仰望他的恩典 为什么 因为我将我的前途 将我的生活 是投靠他 I got to trust him more 这个就是因为我经历了他一生的恩典 所以你和我 我们就说 将我的工作 将我的投资 将我这一切交托给他 这些一切的事 是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要享受神的恩典 你要将生命里面那些 自己作主的东西 一件一件交出来 越来越信靠他 这件交托他 那件交托他 那件交托他 我不懂得如何处理我的身份仔 我很想念我的身份仔 将这些事交托给上帝 学下怎么去做 我又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去做 我将这些事交托给他 上帝 I want to make my life count 的意思就是 我会更多的去信靠你 其二恩典的答案 就是接受更多的恩典 接受更多的恩典的答案 就是信靠你的主更多 好 各位弟兄姊妹 请你为我来祈祷 让我能够信靠他更多 我又为你来祈祷 我们彼此大家的台套 好吗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让我们学 是信靠我们的主更多 因为他的恩典是美丽 他的恩典是足够我们改变我们一生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越走越光明 如果我们越来越懂得去信靠他 这个第一样 第二样 我要更多的去效法他 Imitate Christ more 怎么样是更多的去效法他呢 效法耶稣基督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学他一样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慷慨的人 还有怎么样才是叫做慷慨的人 请大家和我一起读下面两段的圣经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附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附足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 各人要除本身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悦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尚尚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到八节 为什么是学校耶稣 效法耶稣呢 耶稣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效法的 为什么我们说是慷慨 generosity 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呢 因为当你看回哥林多后书 第八章第九节 第一段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 他一讲就讲到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就是如果你要学的 是怎么学他呢 他说耶稣基督的恩典 就是他本来附足 为我成为贫穷 叫我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附足 这个就是他将他的生命 慷慨的摆上 所以如果我要学耶稣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可以学 但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必须的明白 耶稣基督生命里面 最基本的生命 就是一个 genorous gracious 和是踏上这个使命的一个人生 耶稣他将他自己的有的负足 是不要让我们因为这样得着 得着是负足 难道我今天不可以 因为我自己是基本上 是有一些的负足了 是有少少的负足了 为什么我不可以 是放弃我少少一些的负足 让我们贫穷少少 叫有一些真是贫穷没有的人 是有需要的人 可以因为我们少少的贫穷可以得到真正的负足 这个就是grace的意思 这个就是那个慷慨的意思 好了 接着我们说 好啊 那你有钱 你就可以慷慨了 我没有钱 我就不可以慷慨 我又没有钱 我又没有时间 又没有精力 所以我就没有了 是不是呢 第二段圣经告诉我们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我如果说奉献我没有钱 我就不能够放上呢 我就不能够是这样 他说不是 因为圣经里面说 你看看他说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大家想想这句话 如果我没有 我没有得捐了 那上帝不喜爱我 那我没有嘛 上帝就不喜爱我 是不是这样呢 他说不是 他说捐得乐意的人 他就会得到神的喜悦 所以那个乐意的意思呢 不是说你捐多少钱 那是态度的问题 他说当你愿意成为一个 慷慨的人 和学去做的时候 上帝就欢喜你了 就是这样 不计你是有多少 就是一种态度的问题 我很欢喜这样做 我又愿意学一下 怎样可以做得到 上帝说这样我就喜悦了 是这样了 还有 上帝如果你真的这样 我怎样能够帮你呢 接着下面的圣经说 他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上上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上帝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意 让我好像学我一样 成为慷慨的人 我是很欢喜的 因为你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 愿意这样做呢 我现在就帮你呢 让你做得到 因为你做不到的 靠你自己 你是有限的 但我能够帮你做得到 神啊你怎样帮我做得到呢 他说我能够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 使你凡事上上充足 不单是自己有救 而且能够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就是上帝 就是说他愿意奇妙的供应你 就是这样 但是他开始呢 就是我先要愿意做一个慷慨的人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呢 有时呢 我们读圣经呢 我们看一下英文圣经呢 其实都很有帮助 因为你看看这段圣经呢 第八节呢 《哥林多侯书》第九章第八节呢 有四次的字呢 出现了出来 是英文的 all 那个字 all 他说当你是愿意去捐用的时候呢 上帝就能够给四个all 给你 是什么呢 第一样呢 就是将各样的恩惠给你 all grace 你要什么呢 他给你 all grace给你 等你能够多多给你了 然后呢 他说 使你呢 凡事上上充足 凡事上上充足呢 有三个all字在这里的英文 凡事呢 就是all things 然后上上呢 上上是all what all the time 没错了 all time 然后充足呢 是all needs 哇 他说上帝给你all grace all things all the time all time and then always have need always always the need 是有充足的 就是这样 哇 当我愿意的时候 我就会发觉我可能 但我不愿意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 没有可能 意思就是这样 怎样能够做一个gracious的人呢 让我们开始去学的 无论我们的金钱 时间 精力 我没有精力的 你说我这么老了 没有能力的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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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态度的问题 当你有愿意这样做 去服事的时候 上帝就加那些精力给你 当你愿意去奉献的时候 你说我没有的 上帝就加一些奇妙的东西给你 让你能够 all grace all things all the time all time all needs 都能够做得到 这个就是上帝的奇妙 你想想 连奉献都是这么奇妙的 奉献金钱时间 精力都是这么奇妙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是因为有恩典在里面 所以 第一 我们更多的信靠他 第二 更多的效法 我们的主 你愿不愿意 是这样的做呢 第三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奇妙的 我们不单单会更多的信靠他 更多的效法他 第三 我们会做的 就是更多的去传扬他 更多的和人分享他的恩典 请我们读最后一段圣经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又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即是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诗图行转二十章二十四字 请大家圈着 成就这两个字 和证明这两个字 什么是全阳耶稣呢 全阳耶稣不是去打猎 去猎那两个人呢 让他抓他进来教会 让他多一个人先 猎他回来 No 真的 信耶稣不是这样的 全阳是什么 是告诉人上帝的恩典 那是全阳 是上帝的恩典 人家听到之后 人家自己被上帝的恩典 和他的爱所吸引 引走自然去信耶稣 就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 去吸引他 是去捉他回来 不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 是成就神给我们的即使 和证明 在《生命记》第四章 第六至八至那里 神透过摩西 告诉以色列人听 他说你们是要用你的生命 去证明神自己的恩典 是连着你自己的生命 引发起其他人的好奇心 其他未信主的人的好奇心 那些人说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他说 看你这样的人 都是有前途 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信了耶稣 是会变成这样的呢 人家就会说奇怪了 人家就不会真的跟你说 但是人家是会自己在那里看 所以人家就会说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人家就会研究你的生命是怎么样 所以透过你开放你自己的生命 是开放自己的生命 给人家看见 引导那些沉导的人 就去问你 为什么可以这样 在公司的里面 我都听过不少的见证 在公司的里面 很多时候是我们 没有可能 公司不让我们 公开的去传福音 但是因为在公司的里面 遇见各种的困难 无论个人的困难也好 公司的困难也好 同事的困难也好 人家看见你怎么样 面对这些困难 不是就骂 不是走一些的捷径 人家看见你怎么样 想他能够是很公正的 也很识心的 也很努力 很有爱心的去做 人家就留在心里面 这个人知道怎么样 当他家里有问题的时候 我听过很多的见证是这样 当同事家里有问题的时候 同事就走来找你 我今天可不可以 跟你出去吃饮了 你说这么久都没跟我吃过饮了 他说因为我家里面 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我知道以前你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的时候 我知道你怎样能够 是走狗度过的 我想告诉你听 你那种的力量在哪里来 是怎样的 谁帮你 可以达成这件事 或者是家里的事 或者是公司的事 现在搞成这样 但我见你很镇静的 你是怎样的面对这些呢 你就可以有机会跟他说 Share 传扬 分享 神的恩典是怎样 可以怎样的 是帮助你和改变你 亦都可以帮助他和改变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恩典 风风呼呼在我们的当中 不是只是信耶稣 那一刻信了耶稣 那恩典就停在那里的 是继续的滚滚来的 请问 你有没有让神的恩典 能够继续的 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 来到你的家里的里面 来到你的家里的里面 来到你的审人的里面 来到你的孙的里面呢 你说怎样才让神的恩典 滚滚能够来到来呢 You trust him more 你更多的去信他 你更多的是相信 将一件事交托 有一件事交托 有些教你的子女 教你的孙 为什么将各样事交托 然后第二样 你自己显出成为 一个慷慨的人 你自己有的 你愿意帮你的家人 帮你的朋友 不一定是金钱 是精神 是时间 是各样 这个就成为一个 generosity 让人就体见的时候 人就将荣耀归给神 就是因为这样 你愿意更多的信 靠他去效法他 你其实就已经在 宣扬着他 你其实就让你的家人 朋友 看见神自己的恩典 神的恩典 是神自己的怜悯 也是他的恩典 多谢你收看刚才的 敬拜时刻 我是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 林志辉牧师 每个礼拜 我们都为你预备一个 很精彩的圣经信息 希望能够帮到你 假如你对刚才的节目 有意见的话 或者是对基督教的信仰 很有兴趣的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电话是905-884-3399 或者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www.rxcc.ca来查询 也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教会 来聚会的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 都有很多的活动和节目 我相信有一些的活动和节目 都是适合你的 请你留意以下来的介绍 愿神祝福你